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芭比娃娃赤身裸体躺在盘子里 上面盖着几块生的鱼片 读者看见这些图片的第一眼 就意识到了商家的意图 这不就是隐秽版的女体宴吗 简单科普一下女体宴 女体宴起源于日本 也称女体圣 是日本社会里供置于餐馆的异计 这些异计首先必须适处 且长得要漂亮 身材还得特别好 每逢时刻点用女体上菜时 女体呈经过严格的净身程序后 赤裸着身体在客人用餐的房间中间躺下 摆好固定姿势 由助攻根据寿司原料的作用 而放在女体呈身体的一定部位 让食可夹着吃 据说啊 传统的女体圣要求 每种寿司 要根据寿司原料的作用 而放在身体的一定部位 例如 鲑鱼会给食用者以力量 要放在心脏的部位 其余有助消化 要放在腹部 满鱼可增强性能力 放在下体 由于多种原因 女体圣日渐衰落 陷进在东京 京都 大阪等十几家豪华度假旅馆 还保留这种宴席 日本的女体圣衰落了 而中国却换了个方式 又开始悄悄兴起了 而且拿这种非食品级的塑料玩具 当摆盘容器 不但不健康 不卫生 还难清晰 但这个却成了个大火锅店 烤肉店的流量密码 光明正大的宣传着 给娃娃脱衣服很有趣傲 不少网友对此表示 女体圣滚出中国 通过这一点 读者发现 当下时代 很多商家为了吸引顾客 流量 是越来越喜欢搞擦边 低俗了 比如 有人点了一道名叫圣语脱衣的菜 要价38元 你猜是什么 就是一小盘去了皮的小番茄 还有人在学校的一家奶茶店里 在奶茶包装上 竟看见了这样的logo设计 一个女孩子把上衣撩起来露出胸 下面的宣传语写着 喝奶茶 就喝鲜奶茶 这是在明晃晃的暗示 还有广东佛山 一家麦考吉德店 甚至打出了专业座机 绝不从良的宣传语 这些不知名的小店尚且如此 很多国内知名的大品牌 也开始热衷于开黄枪 打擦边球 在某知名蜡条的包装袋上 就冠冕堂皇的印着约码 强硬 贼大 胖子这样的字眼 看似一语双关 别出心裁 实则是滥用某些 见不得光的隐晦元素 大作文章给消费者低层次的感官刺激 长沙某知名奶茶品牌的周边杯子上 竟印着这样一段话 捡篓子 得便宜 意外收获 来买奶茶的美女很多 如果你碰巧认识了一个 你可以小声告诉我们的小伙伴 我捡了一个篓子 而这个品牌的茶包上 更是印着不堪入目的四个大字 官人我要 读者实在不能理解 喝个奶茶为什么要核心暗示 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比如某西美品牌包装上的广告语上写着 常常嘛 常常又不会怀孕 而一家知名培训机构的广告上 印着如果你不努力 你的女儿可能被同龄人抱着 你努力 你抱着同龄人的女儿的话语 读者说实话 有点三观乍列了 某国内知名连锁酒店的营销软文 封面更是一张女性在浴缸里的照片 标题竟然是 这些妇女不行 太浪了 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绝位压薄 在她的宣传片中 堂儿皇之将只穿着内裤的女性抱着电脑 双腿插开 并被锁链捆绑的图片置于画面中央 配纹是长得粗 鲜嫩多汁 想要吗 当年绝位压薄就因涉嫌宣传不雅图片 和发布不尊重女性广告 被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立案调查 则令停止发布违法广告 罚款60万元 然而这还没结束 在她的官方微博文案中 绝位压薄还曾使用辣就不吃 痛就不爱 疼就不泡 这种文案进行抽奖 读者就很纳闷 这种包装的受众到底是谁 想擦边就光明正大擦吗 学学人家耶稣直播间 读者就很爱看 那种宁愿罚款也要擦边的精神 反正读者很欣赏 而这些偷偷摸摸擦的 把低级剧位当创意 把华众取宠当卖点 把外门邪道当捷径 读者还真有点看不起 其实 前面这些低速营销读者 有点理解 就是讨好男性嘛 可是 最近怎么连女装都开始 这样低速营销了 女装不应该讨好女性嘛 这个读者是真理解不了 事情是这样的 近日国产美妆品牌花洛丽亚 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争议 它的产品外观设计 宣传片等被只有擦边嫌疑 此次引起重路的核心单品 是花洛丽亚的小蝴蝶结系列唇蜜 网友愤怒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是产品设计 作为一款纯步产品 小蝴蝶结系列唇蜜 此次采用了爱心头设计 唇蜜从中间的细孔中挤压而出 整体外观与实用感都让网友十分不适 产品宣传图更是引发广泛讨论 而为了突出小蝴蝶结概念 花洛丽亚找来年轻女孩拍摄产品宣传图 在拍摄的全套图片中 直接展示唇蜜的相关图片 被放置在边边角角 最为剧重的却是穿着白色超短裙 梳着双马尾 戴着白色蕾丝蝴蝶结手套 双腿跪地 手臂置于半空中 眼神无辜看向镜头的年轻女孩 此凸一出 一片哗然 网友们觉得这完全脱离了产品宣传 这张意味不明的图片只能让受众感到不适 更是有种擦边和软色情的意味 更有商业摄影师指出 站在商业拍摄的角度 这张图片被凸出的主体并非纯蜜 而是女孩的大腿 顺藤摸瓜 网友发现这已经不是花洛丽亚第一次擦边了 2022年推出的纯泥产品色号名称更是令人费解 传统的纯布产品色号命名一般是数字 比如YSL406 TR16 近些年随着美妆品牌竞争激烈 名字起的诗情画意或者美食风的也比比皆是 比如包汁番茄 蜜桃乌龙等 虽然听上去有些抽象 但还是能够让用户联想到具体颜色 也不会让用户感到不适 但花洛丽亚的这款纯泥色号被命名为 亲亲小GG 亲亲妮妮 这不仅让用户联想不到颜色 而且还引起用户强烈的被冒犯感 而在网友向官方客服反映品牌问题时 得到的只是重复的亲亲不清楚您的问题 无独有偶 花洛丽亚翻车的同时 另一家国火美妆品牌黑兔也来作伴 黑兔发布的新品云朵双色体量高 产品图将体量高置于画面中央 两边的半原体对产品形成挤压 从而突出新品的高光感 但这两个半原体在不少网友看来 第一眼向屁股 第二眼向胸部 有网友追问明明用户大部分都是女性 不明白为什么非要这么设计 对此黑图官方发文致歉 并表示这张宣传图的设计初衷 是通过气球的弧面和抛光效果 传达产品的量则与提量作用 然而在设计和审核过程中 未能充分考虑到可能引发的其他理解 深感抱歉 目前前相关争议图已被撤下 有人可能会不理解 难道这些品牌没有审核人员吗 他们没脑子吗 不知道这样打擦边球的低俗广告 会引起轩然大波 舆论反噬吗 但事实上 就像某博主所说 很有可能是品牌也在赌 赌我们作为消费者是否买单 赌我们在这段风波过去之后 会不会忘记它的翻车营销 而这些品牌的目的呢 是让用户记住 但用户记住了什么不重要 因为他们根据一些前车之鉴 发现影响不大 风投过去之后 大家照样继续购买 换言之就是互联网没有记忆 某营销公司就专产低俗擦边洗脑式广告 甚至以此为荣 明目张胆地贴出告示 若广告投放后被全民谩骂 公司奖励20万 所以很多不堪入目 令人不是的恶臭营销 其实就是故意的 传播学中的睡眠者效应就有解释 由于时间间隔 使人们容易忘记传播的来源 而只保留对内容的模糊记忆 信息过在了时代 如果硬度眼帘的信息不够震撼和浅薄 就会淹没在众多信息当中 因此 很多营销策划人员 就会下意识地取悦大家的注意力 越简单粗暴越好 越满足人心的七宗最越容易出圈 当流量完全沦为生意 甚至成为内容创作的唯一驱动 失控难以避免 最后就演变成尼尔波兹曼在著作 《娱乐至死》中写下的魔幻场景 通过电视和网络媒介 娱乐得以达到至死的目的 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 人类心甘情愿地沦为娱乐的附庸 最后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 其实 挑战工序良俗的内容 可能会在短期内收获源源不断的流量 提高品牌曝光度 但从长远来看 不仅有损品牌格调和形象 还会留下互联网黑点 很难真正获得用户认可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